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旨 宣旨 立皇十五子永远为皇太子 儿臣永远谢皇阿玛龙恩 儿臣唯恐才得浅漏 有亏于皇阿玛重托及江山社稷之重计 永远人后孝涕 替取百姓苍生 朕没有选错人 朕没有选错人 王杰 臣在 替朕宣读立储诏书 臣领命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立皇十五子家亲王永远为皇太子 义民永远恢复康熙旧志 以 义庆宫为皇太子专底 赐额 济德堂 定于明年正月善位 行寿寿礼 改元 嘉庆 以明年秉臣为元年 钦此 儿臣永远 谢皇阿玛龙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永远上前来 接受贺拜 这 王宫清贵 文武百官 向嘉亲王 敬赫 请叩拜之礼 嘿 行 一靠手 再靠手 三 三靠手 王爷 你先下去 都下去吧 是 王爷 滚 滚 鸡哥 你先下去吧 往下 下 你没客人 行 十 Sim іть 押 обнаруж 奴才国庆 恭贺江王爷 国庆啊 快快快快 快起来 谢谢王爷 王爷 您远赴圣经 奴才每日焚香莫倒 甚是想念 我在圣经 心里何尝不挂念你们呢 来来来 坐下说 王爷 这段时间 和珅恐怕更肆无忌惮了吧 他现在是一手折天 为所欲为 朝中之臣对此事心忧如焚 却无法撼动和珅分合 不是不报 时机未到 从今天起 你要密切关注和珅党羽的动向 暗中搜集他们的罪证 不久就会派上大用仗 王爷 贝勒爷前来贺喜 看来今天的应酬是推不掉了 晚上咱们再详谈 好 那奴才先告辞了 好 奴才 奴才 在人家眼里 咱们不都是狗奴才吗 江山是他们家的 历长历又历贤历 那都是人家的事情 与咱们何干 非把自己当个人 还要当个人物 多揣摩揣摩主子的心思 多看看主子的脸色 把主子伺候好喽 不一样能过安稳日子吗 只要主子高兴还能打赏呢 我不 我他妈就不认这个头 你说 论天资 论学问 论才具 论品行 我比谁杀 凭什么我就得低眉顺眼 当个奴才 我不服 我他妈就是人物 我是当不了主子 那主子也得听我摆布 你看看你们 你看看你那个德行 还有你 地眉顺眼 这就服输了 这就灰心了 永延还有三个月才登基呢 就算他登了基 皇上还不知道训政多少天呢 这个宫廷风云嘛 将来是变化莫测 不信你们等着瞧 看我翻云覆雨的手段 指不定露死谁手呢 我们信 我们信 何大人寻财大略 一定能稳操盛前 这还不是句空话大话 动动你们的脑子 你们想一想 永兴的伤心和失望 就该知道这里边有多少文章可做 对 对对 大有文章可做 大有文章 永兴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只要他在这里边下一点功夫 必成他和永延的两虎相斗实事 无论结果如何 伤心的都是乾隆爷 只要那样 永延这个皇上就甭想赶得下去 对呀 对对对 何大人说得太对了 此计甚妙 老爷 皇上派人 请您到御花园宁香亭品茶 请您即可动身 知道了 马上就去 这 听见了吧 看见了吧 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 何某区耶 送何的人 来 立土的事 成埃落定了 朕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明年善位以后 军国大事就交给永延去办 像这样闲在的日子 那就多了 是呀是呀 是呀 皇上 皇上为江山设计操劳了半生 过过这神仙般悠闲的日子 原本也是应该的 原本也是应该的 只是皇上 家王爷 毕竟还是年轻啊 才干尚需磨砺 威望也要慢慢培养 万一遇到大事 恐怕还是要皇上您亲自做主啊 有永远处理不了的事情 朕当然是责无旁贷了 是 何神啊 你说 立储一事 朕的决断 是否妥当呢 皇上圣明 皇上高瞻远瞩 身思熟虑 自然是圣明非凡 和身心智短浅 实在是猜不出皇上心思之一二 那你心里怎么想的 说出来让朕听听 这 皇上 奴才以为 家王爷和成王爷 就好比是当年魏国的曹丕与曹职 这兄弟二人 一个是心思缜密 一个是才华横溢 那曹梦德虽说非常欣赏曹职的才华 可最终还是废曹职 而改立曹丕 奴才想 皇上立家王爷 就和当年曹梦德的心思 是一样的 是吗 和身的和身 幸亏朕知道你啊 不是正途出身 对汉人的典故一知半解 难免隐喻失欲 所以朕就不追究了 否则的话 就你这么一笔 你脖子上的这个脑袋 就得立刻搬家 皇上 奴才谢皇上不杀真恩 奴才实在是学识太前 望皇上自教 这曹操 是无君无腹的一代奸雄 能跟朕比吗 曹丕 音质奸诈的小人 能跟永远比吗 我说和身啊 是不是你心里 就是这么以为的呀 禀皇上 奴才实在是财书学浅 奴才再也不敢 卖弄这一知半解了 再也不敢了 不是故意的就好 起来吧 谢谢皇上 别善了 这何大人出的是冷汗 再善可就要做病了 永明贝勒 永玄贝勒 德郡王 成亲王 入亲王 王爷 各府的亲王贝勒 贝子 除了成亲王和定亲王外 都来道过喜了 定亲王绵恩 还在回京的路上 自然是来不了 其实我现在最想见的是 十一哥呀 我一直都在等他 如果能借此机会 弥合嫌隙 那该有多好 这天还没有黑 说不定成亲王 已经在来的路上 一会就到了呢 但愿如此吧 如果他真能来啊 那就是我今天 最高兴的事了 在圣经啊 我亲眼看到了 和珅乱政 给百姓带来的疾苦 也看到了 地方上潜在的危机 更搜集了不少 和珅贪赃忘法的铁证 太好了 不出一个月 就会有几位职臣 联名向父皇上奏一份 内容详实的奏折 谈的和和珅 国之如此 就是国之性质 光青啊 你要暗中联系 更多对和珅胡作非为 早已经反感了的大臣 准备侧应 我才明白 王爷 有人来贺 是十一哥吗 不是称王爷 是和的人 他来干嘛 王爷 您不妨套套他的底 也好 把他请进来 师哥 王爷 奴才和珅 恭贺家王爷 和珅公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快快快 快起来 快起来 和珅公 请坐 储君面前 哪里有奴才的座位 奴才站着说话就是 和珅公是朝廷的重臣 将来朝中诸事 还要和珅公鼎力相助 和珅公就不必拘礼了 快请坐吧 要不本王 就只能站着说话了 那奴才恭敬不如从命 王爷先请坐 请 家王爷 首先奴才要求家王爷恕罪 本来奴才是想第一个到府上来拜贺的 不想皇上找奴才商量几件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 结果就来晚了 和珅公能抽身前来 本王已敢万分荣幸啊 珅公何罪之有啊 家王爷 还记得上次奴才给您敬献如意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奴才就看出家王爷您有帝王之相 今日果然是如愿以偿 奴才甚感欣慰啊 本王能得到父皇的信任与重托 和珅公不可没 这个本王心里是永远不会忘的 家王爷 奴才呢 也不敢贸然领这个功 不过 事到如今 有几件事情 奴才不能不给您提个醒 啊 家王爷还记得上次曹西宝那份密折的事情吗 那份密折就是通过成亲王的手上递上去的 你说做没做手脚 这只有天知道 反正奴才知道的就是 就是因为这份折子 让两位贝勒爷差点反目成仇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来人哪 给和相公上茶 不了不了 家王爷 奴才还有事 奴才先告退了 那就不留和相公了 慢走 慢走 挑拨离剑 唯恐天下不乱 王爷 此人不出 国无年日 王爷 坐吧 王爷 亮极今天冒险前来 就是因为听说了成王府里所发生的事情 身为王爷担忧啊 我府里的事这么快都传到外边去了 所以亮极才为王爷担忧啊 知王爷者 为王爷为性情中人 不知王爷者会怎么以为呢 如果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搬弄是非 传到皇上那里 此事还会小吗 请王爷三思啊 想我一身文桃武裂 只为京邦济世建功立业 成就千古不朽之名 却突然间告诉我没有用武之地 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王爷 古今帝王今何在 唯有银者留其名 以在下看来 就凭王爷的满腹诗书 生花妙笔 自然会青史留名 不逊于帝王 话虽这样说 可心下毕竟有所不甘 王爷有何不甘 王爷试想 一方面 是为江山社稷担负重任 每日里被军国大士缠身 素兴叶媚 担惊绿 而另一方面呢 则是咸云夜鹤 纵情山水 吟诗填词 成就一家之言 二者相比 自见高下呀 听你这么说 倒是我自个儿钻牛角尖了 这个嘛 在下不敢妄凭 不过依我看来 世间少了一位帝王 而多了一位诗人 多了一位书画高手 这可是一件更合算的事啊 也算量级的一份私心吧 否则 以后量级 还能找谁来谈诗论话呢 谈诗论话 自从父皇下了禁令以来 您我已经许久没在一起 谈诗论话了 每每想起 心中颇为怅染 王爷 在下心计又添了几首心词 今日到府上来 就是特意向王爷讨教来了 讨教不敢当 您我倒是可以 彼此切磋一份 好啊 请 请 请 吴大人 奇怪呀 怎么这个永远当了太子以后 反倒见了我 比以前更客气了 你看 以前他见我 叫我合中堂 现在反倒叫我 合相公了 这家伙 那是不是他如愿以偿之后 他想起来您前十日子送给他的象牙如意了 行学 要么就是前几番较量 他领教了我何某人的厉害 说不准 不过呀 吴大人 我一直觉得永远这家伙不简单 城府颇深 不过 听说我 你会不过 我 你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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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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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怜见的 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啊 都是和珅暗中使坏 处处为难 这次回来 和珅知道了 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一定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让你难堪的 那官儿也不能老是这么躲躲藏藏藏的 这个 我来想办法吧 是和珅嫩的 出来 来 一下 答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上车恋下 月底卸如药与点栏目 十五兄太糊涂了 为一个小宫女惹此大祸 太不值当了 十妹 你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是吗 难道这件事背后有故事 故事多了 其实 官是我放出去的 王爷是为我背了黑锅 那你为什么私自要把它放出去呢 我也是一时心软 公主你不知道啊 官儿的身世可怜呢 真的 这孩子从小就没了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境本来就不好 母亲也有病 她经常犯病 这样一来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她真的很可怜 可不是吗 后来她应征入宫 母亲没人照应 病情就加重了 可内务府的人 偏偏不放得出去 急得瓜儿 整天在府里偷偷地哭 我是没法子 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 偷偷地把她放出宫了 如此说来 你放她出去 也不是多大的错啊 宫里有宫里的规矩 对王爷的惩罚是重了些 我也没什么怨言 可凑巧的是 王爷在去圣经的路上 偏偏又遇见了她 怎么那么巧啊 她在那干嘛呢 家里的积蓄用光了 京城没办法待下去了 想到关外地广人稀的地方 刚好过活 就起身去关外了 那是五哥没有帮帮她呀 怎么帮啊 在路上 她和她母亲又走散了 一个孤身小女子 就是给她银子 她也没法子过下去呀 你是五哥想来想去 没法子 才把她带回来了 那不听好吗 换了我 我也会这么做 好是好啊 可别人不这么想呀 公主你想啊 王爷就是为了她 才在父皇面前受重罚的 要是别人看见 王爷把她带回来了 在父皇面前说几句闲话 这不是又是一场大灾祸吗 所以瓜儿回来以后啊 只能躲躲藏藏的 我和王爷呢 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生怕被别人看见 这样下去 怎么才是个头啊 这两天都把我给愁坏了 嫂子 别愁了 这样吧 我就跟父皇说 只要父皇一句话 别人就不敢再搅舌头了 那感情好啊 那感情好啊 室妹 那我先谢谢您了 别嫂子 你太和我见外了 快坐下 原来是这样的 是啊 父皇 那个宫女的身世太可怜了 再别说是武兄 画上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看来 真是错怪永远了 他们倒什么都没有说 附近说 宫里有公有的规矩 皇上的处罚 也是应该的 看来永远他们 还挺懂事的嘛 是啊 皇阿玛 这回师武兄 如果把瓜尔带来 您就别再追究了吧 那还追究什么呀 朕又不是铁石心掌 谢皇阿玛 我就知道 父皇大慈大悲 你是不是就等朕这句话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给他们来当说客的呀 是我自己要来的 皇阿玛 您女儿可是慈悲心肠啊 慈悲心肠 我这个皇帝呀 就对一个人没办法 谁呀 你呗 那还不说父皇最疼女儿 皇阿玛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帝 是吗 那当然了 好 跟他说吧 来呢 瓜儿 快 奴婢给王爷福尽请安 免了 瓜儿 和你说一个好事 皇上 已经知道你这件事了 答应不再追究 你以后不再躲躲藏藏了 啊 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奴婢 谢王爷福尽 快起来吧 好了快起来 牛奶奶吉祥 牛奶奶吉祥 你还真是死啊 复生又活回来了 这王爷对您可真够上心的 王爷奶奶牛奶奶 对奴婢的恩典 奴婢这辈子都报答不完 别把我扯进去 没我什么事 我可不贪这份工 都下去了 冠儿 别难过了 都说这喉门深思海 这话一点都不假 像咱们做小宫女的 只能处处小心 谁都不能得罪啊 我难过的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为什么呀 蓝蓝姐姐 王爷和福晋 中了何大人的圈套 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还处处为我着想 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这倒是实话 瓜儿 你可不能欠他们太多了 当心几辈子都缓不完啊 走吧 回去了 家王爷 何相公 家王爷 奴才有点要事 想向家王爷禀报 请家王爷进去一坐 何相公要说的事 肯定不是小事 何相公先请 进去之后您便知事大事小 家王爷请 请 家亲王 为臣的真是 不好办 有些事情 关乎皇族体面 本又不是我们这些个外臣 该管的 弄不好还要 惹祸 反击 可是 此事又关乎家王爷您的安危 臣要不说 这恐怕也不妥 这 是 谢何相公照应 此处就你我二人 但讲无妨 是 家王爷 家王爷 自从皇上宣赵 立家王爷为太子之后 承王府 承王府 承王爷回府之后 一头扎进书房 几天水米未尽 搞得王府上下鸡犬不宁 他对您继承大同的心情 可见一斑 还有那个洪亮记 这几天来 居然不顾皇帝的戒训 秘密与他密会 这就不能不让人一度顿生了 这 真有那么严重吗 家王爷 恭维之内相无效事 房威杜剑乃是第一要务 若等东窗事发大乱一起 那就毁之完毅了 不过当然了 碍于孝帝 家王爷恐怕是不便 把此事奏报于皇上 可是奴才身为首府大员 我就不能因为巨祸而坐视不管 我已经在你折子 预备把此事密奏皇上 请何相公务必暂缓上奏 我这个十一哥呀 是性情中人 举止向来是骆驼不羁 未必是包藏祸心 此则一旦上奏 必然兴起恭维大狱 恐怕还要搞得人头落地 愚人愚国都是大祸 现在情况尚不明了 就匆忙上奏 不甚妥的 若是皇阿玛查出 有什么不识之词 就是何相公您 恐怕也难免祸呀 祸并不足据 祸并不足据 家王爷说的是 如果家王爷以为此事不便上奏 那奴才听您的 我们把此事先压一压 谢何相公 不敢当 不敢当 立拔山兮 气盖誓 石不立兮 锥不适 锥不适兮 锥不适兮 奈若何 于兮于兮 奈若何 王爷 好好好 喝啊 好 好 来 来 好 王爷 家王爷来了 他来干嘛 敬扫我的信 不见 就 我 你们愣着干嘛 喝酒啊 来 今天谁不喝醉 谁不许走啊 快 快 喝 行 王爷 王爷您别 十一哥好兴致啊 喝酒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正想陪你喝一杯呢 狗奴才 静扫我的信 奴才该死 不怪他 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们也都起来吧 我 怎么了 十一哥 我在你这儿 连杯酒也讨不到吗 在我这儿 没你的酒杯 来 坐下接着喝 干嘛去 干嘛去 我看今天谁敢走 谁走了以后 再也别想进来 十一哥 还是让他们避一避吧 别难为他们了 我还 谁难为他们了 我们在这儿 喝酒喝得正兴起 你偏偏来扫我们的兴 我连在自己的府上 尽兴地喝酒都不行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十一哥 我专程来拜访 是想和你好好说说话 话 我倒是真有一句 将来等你以后 登基当了皇帝 请勿赶尽杀绝 拜托 行了 话我说完了 请自便吧 来啊 坐下接着喝 来啊 看来我今天 的确是扫了你的姓 不过十一哥 这酒啊 还是少喝为好 喝多了 人就不清醒了 告辞 下官以为 立处一室 于波未平 成亲王还在怨愤当中 现在此时正好 正好做文章 吴大人 吴大人与我真是 真是心有灵犀啊 吴大人 成亲王 没有什么称呼 从不会掩饰 更不懂辟讳 喜怒皆行 敌色 极易鼓动 大可为我所用啊 况且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铺垫 他对永远 极援一身 现在只需烧下功夫 他就能发作起来 只要纷争一起 变数可就大了 正是这样 到了那会儿 吴大人 那永远必是 左右为难 进退为故 你说应战 有被孝帝之意 回避危及储君之位 而且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对你我有利 如果最好的情况发生 那么是永连占了上风 取而代之 最好不过 就算是两败俱伤 我们另立新君 也比他永远当皇上强 总不能让他顺顺当当 做上那张龙椅吧 对呀 这皇上 哪有这么好做的 吴大人 你是不是又该去 拜会拜会成亲王了 有上次的铺垫呢 这一次去 一定会事丹功倍 何大人呀 还是您深目远虑呀 其实话也不是这么讲 你说吴大人 什么样的风浪我和珅没有见过 这个永远也是 他的错就在于 与我和珅为底呀 冯青啊 和珅及其党羽这几天都在蠢蠢欲动 你要是要把暗中听住他们的动向 随时向我禀报 知道 另外也要留意成亲王府的动静 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行踪 不要受人意远 我才明白 我才明白 自由的人们 他们勇敢祈祷 幸福万丈 我才明白 美好的地方 白云飘荒 白云飘荒 声音 好 想念 好 想去 把本池 延尘飞扬 无拘无奢的情分啊 啊 故乡 我很想要用你的礼拜 啊 故乡 这样辽阔无垠的草原上 我们祖先要看浩荒 那里曾经是他们争战的奖劝 那里曾经是我们不休 奢励的围长 啊 故乡 我们的天啊 啊 白云飘荡 白云飘荡 声音好笑 鱼马奔驰夜沉飞扬 无拘无束 冷静的恨 啊 故乡 啊 我很想要用你的了 啊 过破哈哈 啊 啊 而恋爱 啊 history